好的 相关话题 我们马上请进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 为我们详细的解读 晓辉你好 英娜你好 美俄首脑前一天刚通过话 美国就再借前特工中毒案 对俄进行了新一轮的制裁 那么其中就包括反对国际金融机构 向俄方提供金融援助等等措施 那么在您看来 美国此时向俄再次发起制裁的背后 是什么样的考虑 美国本轮的制裁措施在推出之前 其实我们会看到在美国国内 国会的两党的议员 已经向美国政府施压 希望政府能够尽快落实相关的制裁措施 这就说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前 仍然没有办法摆脱国会 给他带上的在对俄政策上的紧箍咒 在特朗普救人之后 美国国内就有很多人担心 特朗普会改变美国的对俄政策 甚至可能主动向俄罗斯方面示好 所以包括美国国会在内的各方势力 在试图通过各种方式来约束总统的行为 所以美国国会通过了相关的立法 来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 而且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 来限制总统对俄政策的改变 而我们也会看到在英国特工中毒案发生之后 美国方面是做出了一系列的举动 而这一轮的制裁本应该在半年多前就落地 而在美国政府不断拖延的过程中 国会等势力也是在不断地试图催促 而近一时期在美国总统特朗普 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之后 制裁终于落地 而这一次的通话也成为一个重要的关注点 尽管双方并没有提到在通话的过程中 谈到了相关的制裁的问题 但是在通话之后 不管是俄方还是美方 都向对方进一步地释放出了善意 所以也看到这是美国政府 包括总统本人在内试图来与俄罗斯方面建立更多联系 试图来应对国内约束的一种行为 而从制裁的措施来看 这一轮的制裁应该说是象征意义 会大于实质意义 国际上的重要的组织 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是此次制裁措施所涉及到的相关的机构 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本来与俄罗斯之间就没有贷款的联系 而世界银行在乌克兰危机发生之后 已经没有新的项目与俄罗斯之间进行合作 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这样的制裁措施的推出 对俄罗斯不会产生非常直接的作用 而随着俄美关系近年来的不断的恶化 双方之间的经济联系也较为薄弱 所以更多的美国不断地在制裁上的加压 是一种政治上的宣誓 俄方对此表示 美国再次向世界展示了 其超级警察和最高仲裁者的角色 那么美方新一轮的制裁 实际是与美国内政相关的 那么俄美关系成为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了 您怎么看俄罗斯的反应 俄美关系会因此再添变数吗 应该说俄罗斯方面的反应 是非常有针对性的 首先俄罗斯强调美国是世界警察 这就说明在英国前特工中毒案的事件上 俄罗斯一直在强调自己方面是没有责任的 而美国是一种莫须有的罪名 来对俄罗斯不断地施压 在斯特伊帕尔中毒案发生之后 美国方面对俄罗斯采取了一些的措施 甚至以驱逐外交官的形式来对俄方施压 而在第一轮的措施实施之后 美国给了俄罗斯90天的期限 希望俄罗斯在90天中来证明自己没有使用化学武器 甚至提出了核查的要求 而俄罗斯方面强调这样的要求是非常无理的 俄罗斯方面也是不会接受的 所以本应该在90天后 美国要推出第二轮的制裁 而现在第二轮的制裁是终于落地 使得俄美之间的关系是再一次的恶化 但是从当前来说 俄罗斯更加关注的是美国国内的一些对俄的强硬势力 一些保守势力 实际是在干扰俄美关系的逐渐的转环 俄罗斯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 对于俄罗斯的政策的走向是非常清晰的 而希望能够借特朗普就任期间改善双方之间的关系 实现两个大国在一系列问题上的正常的沟通 但是正是因为美国国内 对俄罗斯根深蒂固的敌视的情绪 使俄美关系当前已经处于一种被绑架的状态 未来要想迈过一系列的障碍 双方几乎都会面临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好的 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 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